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传出最新的消息 中国知名打假新秀网红 护城峰 他又被封号了 原因也是很搞笑 是昨天有位中国网友 也不知道是反财还是小粉 故意的进入他的直播间 问他 你认为习圣上 是不是一个独裁者吧 结果不出意外就出意外了 带大家来看一下这影片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你认为习他是一个独裁者吗 这种人严重违反直播规范啊 我第一时间给他挂掉 这种人疯了吧这种人 我的天哪 这种人太可怕了 这种人 这种人肯定有人找他的 这种人肯定有人找他 你怎么能违反直播规范呢 我的天哪 我第一时间给他挂掉了 第一时间给他挂掉了 这种人 你自己承担自己的法律后果 我的天哪 这种人太可怕了 这种人 好了 虽然看似护城峰一直在撇清关系 我跟这个中国网友 call in进来了 完全没有关系 甚至秒挂对方电话 但我们也可以从护城峰的反应 得知 圣上是不是一个独裁者了 对吧 这个人为什么要违反这个直播规范 原来直播规范讨论圣上 是不准的 那习近平是不是独裁者呢 在台湾以及民主国家 你大谈自家 国家的领袖领导 都是没问题的 对不对 没有人会在民主国家 惧怕害怕骂总统 我是骂首相 甚至只是谈论他是不是一个独裁者 而已 就如此惧怕到挂电话 对不对 那套一句小粉红常说的 咱们也可以在中国境内骂蔡英文 骂拜登啊 非常的自由的 结果讨论自家圣上就赶快下播 挂电话 当然啦 沪成峰下播之后 发文表示 唉我要休息三天 太可怕了 没过多久他B站帐号就被封了 就远远不是三天的事情而已啦 但这也不是沪成峰第一次被封禁啦 去年沪成峰因为拍摄了中国购买力的影片 以及老人退休金等影片 打脸脱贫假象 被封好了好几个月 之后调整了一下语言艺术 不要太多针对圣上的政策 去拍影片 之后他又复活啦 又复出了 对不对 因为这个打脸脱贫功筋 是圣上的攻击之一啊 就像如果今天 沪成峰他跑到熊安心区在那边打假 那他也会完蛋 因为熊安心区 圣上都宁愿牺牲掉 桌桌霸霸这对人来保 你这样亲自去打 那这个下场我觉得会很惨 那直到昨天啊 他才又第二度被封账号 那这次因为是讨论圣上 所以这次要封多久 不得而知啊 所以拜托小粉红说一下 为什么在中国直播平台 不能讨论习近平 你们却可以 侃侃而谈的欧美日韩台 然后表现出你们 每个都是国际分析专家 但是分析圣上的时候 你们每个人都畏首畏尾 去年我还记得 有一个人冲塔 在中国的各平台玩游戏 那个鸭子的游戏 那叫什么 我有点忘 这个中国玩家就在游戏里面 大妈胜上 打倒共产党 结果啊 全部的直播组通通下播 前几天啊我们有提到一个中国网红 总平台加一块有两千多万订阅的猫一杯 他不仅在中国国内的平台被下架之外 连YouTube平台呀 也被迫改名不经营了 连他的大头照都换了 对吧 换成一个封警罩 那估计是中共那边的人要求他不准经营海外的平台 不然他也不会换名字 也不会换大头照 但是他账号还存在 所以证明不是YouTube却封他的 因为YouTube是美国的嘛 你在中国境内我美国干嘛封你 但在中国就不是这样啦 你在中国一个艺人 一个网红出包 你所有平台都是联动在一起通杀 好像这几间公司都是由同一个人掌控 我们这些民主国家的人都非常清楚 上面都是党支部都是中共 但小粉红总是会觉得 西瓜视频啊 抖音啊 快手啊 小红书啊 他们都是独立的民营公司 而不仅如此啊 猫一杯所有的购物平台也被下架 不准他经营了 我就觉得怎么这么奇怪 你看在台湾打人啊 吸这个对不对 都可以继续出来捞钱赚钱啦 在中国说一个情郎作业部 就如此被对待 是不是有点不符合比例原整啊 虽然他说谎啊 在诚信上有点问题 但他说了这个谎啊 更倾向于拍段子 也没有对任何人做出利益的损害 我能不能这样想啊 有中共的官员啊想要睡他 睡不成 不知道是不是现在进行事或是前几年或是前半年 反正在这件事情爆发之前 可能有中共的官员想要睡他 那这个官员或大或小 总之比猫一杯还来的有权有势对吧 那只有此机会啊看到你哎你自己认罪 那我就呼吁啊 相关单位把你往死里打 这也是非常有可能的啊 反正这个事情在中国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的 连上海小红楼都可以存在20多年啦 而且被发现之后啊 你们还压新闻的去默默处理 很明显为什么要解决上海小红楼 因为涉案的中共官员们啊 通通都不是圣上势力的 搞笑的不仅如此啊 最近小粉红跑到海外 大闹的案例是越来越多 但同时也越来越低能了 近期一堆小粉红跑去日本旅游 到了一些知名景点 像是什么富士山啊 浅草市 奈良公园 大阪历史博物馆 拍照打卡 OK这都很正常 不过他们拍照打卡上面写了 我在这个地方拉了 我在这个地方尿了 我在这个地方泄了 好像有点太早了 总之我在这个地方上厕所了 我把中国人的会晤 排到日本人的厕所 厉不厉害 我是不是为中国争光 中国牛不牛 我越来越不能理解 你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了 好 你有本事就地排泄 你不要拉在厕所 你是说 我拉在浅草市的大门口 牛不牛 我为中国人争光了 你这个脑回路真的是牛逼啊 而且啊我跟你讲 只有狗 会这样子杀尿标记领地 然后让大家都知道 看来这位小粉红啊 是一位可爱的吉娃娃 不仅如此还有小粉红列出了 一系列的日本化妆品出来抵制 我们看到SK2啊 资深糖等等20多种品牌 抵制这些日本化妆品的原因 是因为日本排放了核废水 上个礼拜 俄罗斯在你们东北的核外泄 那个远远比核废水超标了千百倍以上 你们到现在全部都装容作哑 我是这样觉得啦 中国高铁里面那个连结的螺丝钉啊 就是这么小的螺丝啊 你们也该抵制 因为这个螺丝只有日本做得出来 高铁在高速行驶中 不会被这个震动影响而松开啊 这就是日本做的啊 全世界只有它可以做出这么了不起的小东西 而这个小东西扮演了连接的桥梁 你们QR Code这个二维码也千万不准用 因为这是日本发明的 所以你们现在不应该用什么维线支付宝转账 都是鲁华啊 KTV建议也不要唱 因为那是1971年日本发明的 PS系列也通通不准玩 电锅也不要用 因为那是日本在1995年发明的 3D列印也不准哦 中国工厂跟公司全面禁用3D列印技术 因为那是1981年日本发明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小斐红攻占日本的画面 好啦 一看完这些荒唐的事啊 接下来要说一下 现在越来越多国家政府跟民众对中共政府以及小粉红的反感 程度是比十几年前逐步升高了非常多 上个礼拜菲律宾总统跟日美总统首相开了三边会议 针对如何防备中共还有嚇阻中共 除此之外 菲律宾民众对中共的反感程度也上升了不少 4月9号 一群菲律宾民众在首都马尼拉的中国大使馆抗议中共 还拉出了肾上的图片放在地上践踏 结果中共媒体一句话都不敢讲 也没有中共媒体报导肾上这个画像被践踏的图片跟影片 通通不存在 我微博上找不到 你在搞笑 你连放出来帮自己国家主席抱不平你都不敢 为什么中共政府不敢放这条消息 第一可能他们不想让圣上知道 而圣上他可能就是以前那种被欺上瞒下的那种昏君 其实我国内乱的一塌糊涂 但是中间的那些中高层都说谎 所以我活在一个我认为很美好的一个国家 但事实上不是如此 所以那些人不会把这个消息跟圣上讲 再来第二个就是小粉会看到 哦原来海外世界都是可以这样子的啊 那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这样子的 所以严格禁止的啊 而小粉也非常的搞笑 通常我们针对的都是我们不友好的他国领导 甚至是我们自家的领袖对不对 或者是独裁者去烧他的画像或是去践踏他的画像 结果小粉都会破防哦 自动去维护圣上的看板跟画像 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拿出什么 蔡英文啊拜登啊暗田文雄的画像 来烧来羞辱给我们民主国家的人看 因为小粉认为他们会破防 对吧 那我们也会看到自家领袖被侮辱而破防 我真的觉得非常搞笑 你爱骂蔡英文你就骂 你爱烧他的图片你就烧 而且这也是你的自由 你爱烧不烧我不会破防啊 蔡英文不是我父母也不是我的家人 他只是我们每个人选票赋予他来领导我们国家四年 大家对他褒贬不一 这是一个领袖应该具备的风度跟政治责任 那像你们啊 一个统治14亿人口的圣上啊 却不准自己的国民在直播中讨论 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好领袖 是不是一个独裁者 如果台湾真的也是跟你们中国这样 像你们粉红说的绿共绿共绿共 那我估计台湾媒体中啊 你看不到公开骂蔡英文的 你也看不到那些馆长一些其他节目 而且非常搞笑的是 这是小粉红总是会拿我们台湾名嘴 来骂这个台湾政府 或是来骂蔡英文的影片 然后做成抖音 然后说你看台湾名嘴 台湾哪个政党又在骂自己政府了 你们还找得到这些影片跟节目 而且他们人还在台湾 然后还被你搬运 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证明什么 你恰恰的证明了台湾有民主言论自由 好了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小粉红脑回路的图片 月薪三千的我在家搂着媳妇 吃着火锅 看着电视刷着录音 想到那些曾经月薪几万 现在倾家荡产跑到国外 背着暗底没身份 没地位没工作没钱 没性生活的民运 SB们还在为我的自由努力奋斗 我就莫名的爽 所以我说小粉红啊他们一直都知道自身的状况 嘴硬嘛改变不了事实 但他同时也不想背负叛党叛国的罪名 去为自己争取自由或是民主国家的人应该有的待遇 其实不仅在中国有这样的大部分人存在 在台湾也是有这样观念的人存在哦 反正中共打台湾又怎样呢 假如台湾真的取得美日韩非同盟的帮助啊 击退中共 这时候我再出来喊自由台湾 台湾万岁 你看台湾在打仗的过程中啊 我都在后面帮你们支援啊 对吧 我都在照顾伤兵啊 其实啊 这才是人性 他们这样才是正常最基本生物的反应 但我还是要再次强调 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胆小怕是懦弱 而去污名化愿意冒着S风险来保护你 还有这叫领土的人 然后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这些人平时啊 看好莱坞电影 看日本动漫的时候啊 都觉得那些主角们 站出来保护自己心爱的人 保护自己国土 是一件很感动的事情 但是真的降临到你头上 各个都变成勤快了 所以记得先去抵制任何有这种情节的电影啊 对吧 勇敢起身什么反抗强权 击退这个侵略者 这都是骇人思想的电影 那影片的最后 我们还是要说一下 我们摄土日记推出的 最新六四坦克 Don't touch me的衣服啊 那距离预购截止日期 4月21号只剩5天 有军绿色跟黑色两款 那购买网站连结 还有其他优惠组合包啊 都在下方资讯栏 还有限时折扣优惠码哦 海外地区 欧美亚大洋洲 通通可以配送 那六四当天啊 等你一同在自由广场 或是你们当地国家 举办六四的地点啊 一起来让中共看见 试的没有忘记 过了35年 你干了破事 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留言 不想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白导 下次见了 拜